再來看到的是在大馬路上面竟然出現有駕駛持玩具長槍來逼車 一名男子他開車經過台北市建國北路三段 當時有一名駕駛他打算要右接近他的車道 這名男子不讓 沒有想到駕駛不止對著他逼車長按喇叭 接下來甚至還拿起了一把長槍威嚇 嚇得他是趕快報警處理 而警方之後也到這名駕駛的家中去進行搜索 果然是發現到了一把防灶AK-47外觀的玩具長槍 也將他依恐嚇罪送般 一前一後經過路口 休旅車後方緊跟著一輛轎車 兩車駕駛為了切車道引爆糾紛 轎車駕駛甚至拿玩具長槍威嚇對方 嚇得休旅車駕駛報警處理 都是假的 警方貨報前往住家搜索 果然搜到一把玩具長槍 這個是玩具啊 玩具也壞了 這間誰的房子 妹妹 妹妹 那還有住這裡嗎 沒有 原來上個月底一名休旅車駕駛 開車經過台北市建國北路三段 遇到轎車想要右切近他的車道 他不肯讓 沒想到對方火大 先是按喇叭 接著竟然拿起玩具長槍企圖威嚇 嚇得休旅車駕駛馬上報警 秋郎稱單時因行車糾紛 故心聲不滿 持放置於車上支玩具槍 恫嚇對方 案經秋郎坦誠犯行不混 群案一恐嚇案 寒送台北地方法院偵辦 不到一周時間 警方立刻持搜索票前往駕駛 家中搜索 查獲一把仿造AK47外觀玩具長槍 依恐嚇追送辦 行車糾紛亮槍恐嚇 如今進警局後悔也來不及 記者梁家瑋楊文豪台北採訪報導